哈囉 大家好 我是Paul老師 專門分享一些學校不會教妳的糟糕英文 這一位是小葉葉 大家好 我是小葉葉 所以今天的處女秀在我們今天 啊 處女秀 好 那妳今天找我來是幹嘛呢 其實 就是最近啊 在夜店的時候有遇到一個外國男生 就是我沒有辦法鼓勵到他耶 我這樣很想直接先問妳一個問題 什麼樣的男生會吸引妳啊 就是帥帥的 然後之後很有形容 又有點老 妳覺得有胡渣可以嗎 可以啊 口粉 好 OK 老師妳可以聊到 妳當時做了什麼 我第一步我應該是先去看他眼睛 因為我一直抓上邊這樣子 對 這個外國人也會 他們會說 讓眼睛做的工作 妳有沒有幾種眼神是特別厲害的 嗯 那種性感的 嗯哼 OK 這個並不是不屑喔 不屑喔 我沒有看我就是充滿愛意的 OK 所以 OK She's sending messages 那還要調眉嗎 要調眉啊 但是代表有感覺 所以眼睛眼神是很有用的 那結果妳後來得到什麼回應了 就 他就不理我 然後然後就去喝他的酒 然後我就有點挫折 就是會讓我覺得說 是不是我的那個笑容啊 或是眼神不夠扁 Frustration 挫折了 挫敗了這樣子 微笑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沒有錯 我覺得我的微笑還蠻好看的 給我們一個厲害的來試試看 OK 這個是大笑的 微笑 如果不錄持也有嗎 好吧 我們講說 妳是勾引男生可能有一個詞可以用叫做 Seduce Seduce 就是 就是勾引 這個翻譯才就是勾引 也是用微笑的勾引 對 所以妳可以用一個很 Seductive的Smile 那那個跟Green是差很多的東西 但是當天都沒有work就是 沒有work 這個會不會都太 太不直接 我不曉得 我最後就是不經常這樣碰到他的手 我會一直去碰他的身體 然後就是去撞他 去撞他都死出來 不是就是 妳想到哪裡去了 就是欣欣的這樣子去撞 OK 這個就是一種 就body contact Yes 身體的接觸 那你說手的啊 什麼之類的 對啊 手之後可能不輕這樣勾一下手 這樣子 欸那頭髮呢 妳會不會對頭髮做的事情 我可能會這樣勾而後 或者是我會把它放下來 妳當時的是 對 放下來的嗎 所以 Let your hair loose Yes Lose就是把它鬆開這樣 對然後之後會把它這樣塞過去 OK 會覺得特別有氣質 這個我曾經吃過也是虧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一個小故事 我以前曾經有一次跟我的女朋友 走在Shopping Mall裡面 結果呢 遇上了一個我認識的女生 那 欸 當然就說了Hi 沒什麼了不起 那我當時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一個 Mistake OK An error that I made 嗯 那那個犯的錯就是 我沒有當下介紹一下他們彼此 欸 這是我女朋友 欸 這是Jennifer 還是Amy 還是沈 那聊了幾句天 說拜拜 就走了 離開了 然後後來我女朋友 就跟我大發有個比起 為什麼呢 她就說 你難道沒有看出來 那個女生很喜歡你嗎 我說沒有啊 而且我很無辜啊 我沒有對她做什麼 然後我就問她 她用什麼方式來 送這個訊息出來喜歡我 嗯 她的Message是什麼送出來的呢 就是頭髮 就是頭髮 她就說 你沒有看到她一直這樣子嘛 一邊聊天一直這樣子 一直撞 一直抓一直抓 欸 對對對 就是TWIRL你的頭髮 TWIRL就轉 TWIRL 有這種曖昧的感覺 欸對對對 一直TWIRL你是你的頭髮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容易中 女生在這樣TWIRL的時候 如果男生去抓一下 會是冒犯的嗎 你覺得 我覺得不會 不會 會覺得是給我一種 回應吧 她願意碰我頭髮 是不是 是不是 啊 我看來 對男生問你來學習 另外一個我覺得男女之間 像你剛剛說 你會碰他的手臂啊 這個 對 那這個 女生對男生做可以 男生對女生做呢 我覺得就要特別小心 因為在國外也是很容易去冒犯到人家 嗯 可是他們不是都open嗎 他是怪女生 是啦 可是 但是你只對有興趣的男生對不對 對 所以你 你需要做一點點動作來 detect 去gauge OK 去抓到一點sense 他到底對你的興趣有多還是有少 那方法大概是這樣子 就如果說你要去碰女生的身體的話 不要亂碰 你可能會在一個狀況下 比如說你跟一個女生在看一幅掛號 嗯 你不要去抓他的肩膀 你不要抓他的手 你可能只能用你的手指呢 去碰一下他的elbow elbow就是手肘這個地方 elbow 那他的elbow你也不要用抓的 都是不禮貌的 對 對 你可能就 你看 你一副畫 好事情 很有 然後 三秒鐘內 你就要離開 你不可以一直搭著 感覺有一種那種 不行的 對 那根據這個女生 被你這樣子搭到的反應 你都可以判斷出興趣跟沒興趣 如果有男生這樣子 有男生碰到我 或是故意來搭我 我就覺得 哇 很溫暖 那你想一下一下 如果是不喜歡的男生碰到會怎樣 欸這個是 不想打他 喔你媽的頭喔 你媽的沒完 所以要是男生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就別再碰他了 這個女生對你是沒有喜劇的 所以這是個測試 This is a test OK 所以自己要知道 那相對來說 女生對男生就可以大膽多了 就是 那如果說自己 怎麼男生很熟稠 我覺得男生其實都不會介意 真的嗎 會介意的應該是少之又少的 你如果會介意的話你下面留言 但我覺得男生應該都不會介意 開完之後說 欸唷 戳戳看之類的 喔 如果說我好 我應該直接抓下去了 直接抓下去就是 這很可口 有看那種有見受的男生 小姐你到你都女生 我們小葉也比較大的 當然 反正女生我覺得這都可以稍微學起來 OK 實在不一樣 你去戳戳奶 戳戳胸肌 可能是沒什麼事 對不起 我說女生對男生 那外國女生還會有任何的什麼 都主動啊 平衡公司 可能跟亞洲女生不太一樣的 也或許一樣不知道 是歡迎大家討論 就是她可能會喜歡到男生耳邊 去跟她講悄悄話 我會喜歡 在喜歡男生耳邊的吹氣 對 對 所以其實你在耳邊用 whisper 就是好好細細細細的講話 你會願意跟這個男生 聊一些性方面的事情 這個也是一個sign 就是一個指標這樣 如果我要聊性方面的事情 應該要熟一點點 我才會跟她聊 有事情熟 熟一點點 對啊 所以只是出事的人 Aquaintance 我們叫做 就是 弄點頭之交的人 不會聊成這樣 不會不會 所以男生你可以得知 要是一個女生 願意跟你聊多一點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已經超過了 Aquaintance 的範圍 就是 就是有機會 分打開了 你有進度了 You're making progress 那你大概是跟一個男生認識多久 會開始聊比較 我覺得如果 我很喜歡他的話 大概一個禮拜之旅 OK 立刻跟他聊 你會聊到多深呢 我們也可以好久 很深 真的應該是 願意在鏡頭面講 不能講 真的是好 這個有 有吃我的品 好 OK 剛剛講到就是 把一個機密的事情講給你聽 我們用的動詞可能是confine confine這個動詞就是 把秘密說出去 像有一個詞叫做 confidential就是機密的 所以confine變成一個動詞 就把機密的事情洩露出去的概念 後面加一個介紹是 in I confide in you about my sexual desire 有關我心的方面的這個 尋求跟欲望之類的 所以你要是對他勾手 你就會confide in this person in in OK 男生當然會怎麼回應女生呢 如果女生釋放這麼多訊息 怎麼有message 對啊 為什麼 就是我那天 碰說 為什麼他還是沒有被我割倒 就是始終沒有對我有任何的感情 就讓我 他有沒有邀你回家看Netflix 有點像Netflix and Chill的這種 談話 可以說得更露骨 例如說 如果我可以跟你一起醒來 但是多麻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 很事情話矣啊 我個人也覺得還可以啦 可能有人會覺得太誇張 還好吧 那如果說是去翻譯英明 就 It would be so nice to wake up next to you 之類的 我可以醒來的時候 在你旁邊感覺多好 我覺得這樣 我會覺得很浪漫 我一定要會 立刻回家 所以就看著你 做一點 如果有任何問題 還是會很老 好沒有問題 一定的 OK 所以這個是小燕燕 非常高興他今天來上門的單位 謝謝 我是Paul老師 分享一些 學校不會教你的糟糕英文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然後我又黑 會不會那個 很難的要光 之類的 這樣弄下去就感覺 白的有點像那個白子 你知道嗎 就是白老虎 白子 就是白化鎮 白化鎮 白老虎也是 對 我不是在講那種白老虎 對 開始看我 那是白虎 對 那是白虎 白虎 差一個老 台灣不會叫白老虎 就叫白虎 對 這很有趣 有白虎 那沒有青龍這回事 有有有男生聽的是青龍 不少 拜託 那是你